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法身在处理一位弟子的案件 那位弟子犯了佛法戒律 一个大荧幕显化在空中 给弟子观看邪淫地狱的惨像 邪淫地狱 一个很黑暗的山洞里 一个很大很大好像有三四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水池 很深 很多亡灵 男男女女浸在里面 只剩头部还没被淹没 每个灵体都发出很惨烈的声音 撕心裂肺在喊叫 听得我毛孔直立 不是世间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哭号 很恐怖 回荡在整个山洞的空间里 空中的荧幕转换影像 一个灵体被掉出来 出现在水池的岸边 一脸痛哭 整个身体都是粪池的粪水 全身臭不可闻 在哀嚎 说我被地府官员丢进粪池后 耳孔 鼻孔 口腔立刻被粪池的水淹没 很臭 臭得我 差点晕死过去 那个粪池 就好像我们人间看到的化粪池一样 里面全部都是粪便 而且粪水 在接触到灵体后 吃刺骨的疼 粪池里面有小虫 和不知名的生物 会在粪池里 啃咬我们这些罪灵 粪池又大又深 没有边际 就算让你游到岸边 你也没办法上来 因为你全身都是粪便 滑溜溜的 根本爬不上去 只能一直在池里受苦 荧幕画面转换 又一个地域景象出现 一个很大的山洞 这个空间的地域是火红火红的 空气很热很烫 下面很多铁床 铁床上是一根一根狠尖的字 铁床下有火在烧 每根尖刺都是烧到通红通红 男男女女一丝不挂 躺在铁床上受罚 哀嚎声四起 这个地域太大了 是惩罚在世男女 犯淫荡通奸 乱搞男女关系之人 画面结束 我的意念也从沉睡中清醒 答 完全正确 地域就有粪便地域 如果到了这时候 财产交就来不及了 -20118-8-2来信疑惑 243